随着7月27号疫情降二级 似乎为观光产业带来一丝曙光 民众党团举办记者会 替观光旅游业者发声 认为政府应该在防疫补助 纾困与振兴上加强力道 立委张其路认为 纾困产业的资源不能看得到吃不到 政府应该给予观光产业 足够的支持 而立委秋成原则之一 全台3000多家旅游业者 申请纾困贷款却只有48户 为何数字会这么低 目前我们申请的仅有48户 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数字 为什么会这么的低 而且甚至它的核贷率 不到1% 那我不晓得说这个部分是 相关的业者在纾困贷款上 是不是比较困难 银行是不是比较不愿意承担 尤其身份里面像这个什么 导游跟领队 其实它是有11万人 可是实际上 申请的人数 其实也只有1万1000人 其实也是很怪的一个数字 民众党团认为 国际疫情局势不明 政府应对观光产业 延长纾困期间 并重宽给予营运上的直接补助 满足观光相关产业的纾困需求 记者林锡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